你喜歡說我吃軟飯 說我靠老婆 隨便 我沒有反應 我沒有感覺 我沒有黑肌靈 完全沒有 你一人一把口 你能控制得到誰 很早之前我身邊的朋友 即是圈外人 他們直接跟我說 你不要做了 他真的叫我不要做 他說你都不適合做這行 又不正常 第一我不懂喝酒 第二我不太喜歡去那些地方 其實我比較內向 我不是很敢去面對一些 不是很熟悉的人 我暫時又餓不死 我是臨離開TV之前 覺得這一行好像不太穩定 應該要去找其他東西 去增值自己 即是我日後真的不做這行 我起碼都有能力去做其他東西 我自己喜歡玩健身 喜歡做運動 所以不如趁這個機會 有時間的去考個牌 離開那一刻 我已經打定最壞的打算 就是 不料我轉行不做了 離開了TVB之後 那三個月沒有人找我做事 我開始很害怕 開始其實真的已經想定做其他東西 我找工作真的找工作 上網看有甚麼 然後很幸運 禎哥那邊秘書打給我 黃禎先生 他說接下來開一套電影 今次不斷電影 所以想找我 因為那套電影在佛山拍的 回到香港又開始就開始 差不多疫情了 疫情沒辦法了 因為除了我們這個圈 其他各個行業都受影響 我自己安慰自己 就是 我自己好像很慘 沒有事做 但外面有很多人都沒有事做 沒得怨 所以我很平靜 因為你煩也沒用 疫情不只是影響你一個人 影響全世界 開始慢慢和太太 開始搞寵物生意 這段時間當作先做好準備 我太太的報道 即是影響 即是覺得 好像我是吃軟飯 那樣東西 我沒事 因為我很早的時候 已經不理會了 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怎麼說 我也沒甚麼所謂 你喜歡說我吃軟飯 說我靠老婆 隨便 我沒有反應 我沒有感覺 我沒有心情 完全沒有 給人一把口 你能控制得到誰 當然有人喜歡你 當然有人喜歡你 你如果去戒懷這些東西 你只會每天都不開心 我和太太的經濟財政是獨立的 他跟我一起之後 他很知道 我們這一個圈 收入是很不穩定 而且不是高 所以他都知道是要捱的 多謝太太的就是他肯跟我捱 我暫時仍然有能力 未去到谷底 我不是大男人 而是我覺得我有這樣的責任 就算我照顧不到你 全部我都要負責任 我沒有理由白吃白住 結婚剛才 我本土不悅 都此為了 Meat 記下 子 好不好 勉辯 什麼 然後 cut 傾 рей